店家或者是超商 这些场所产权是属于私人的 所以如果店家已经在门口张贴告示 要求民众要戴口罩并且实验之之后才可以进入 但是民众拒绝的话 那么店家是有权利可以不让民众进入 或者是要求民众离开的 店家甚至是可以提告 刑法第306条的侵入住居罪 有时候刁民真的是要有恶人来治 才会学得到教训的 大家好我是新生律师 那这一个礼拜以来 大家有没有配合政策好好的待在家里呢 是的没错 从5月19号开始 全台湾部分区域全部都已经进入三级警戒了 那全体民众都要配合 包括外出的时候要全程佩戴口罩 停止室内5人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 启动远距办公弹性上班的制度 停止非必要的场所营业等等措施 不过就是有些人不知道是搞不清楚状况 还是自私的心态作祟 那老是会有一些让人家把眼翻到天边的行为出现 让人家气到真的是全头都硬了起来 而对付这些没卫生更坚没功德心的人 我们的法律上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约束他们呢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这则的新闻 我拿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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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了 我出来了 我进来了 我出来了 我进来了 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 答应我啊 你不知道 你怎么办 哇 真的没想到耶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惊铁片段 多深深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哦 吴梦达哦 如果地下有知 看到这一幕 应该也很想爬起来 想他几个巴掌吧 那这样的要求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就大发慈悲的答应他 给他给打下去呢 答案在赢争律师之前的影片中哦 欢迎大家去多看几次了解其中的精髓哦 不过呢 这种不爱戴口罩的人哦 其实也不是只有他一个啦 底下呢 还有多位民众 要来为我们进行不良的示范 报室中一名穿着粉红色上衣 白色短裤的女子不断向前走 不过他在密闭的室内空间当中 却没有戴口罩也不良体温 只见店员也跟着他向前走 不停的劝阻 但一点用都没有 最后店家只好请来警察 OK那就不要再吵了 口罩去戴起来 口罩去戴起来 静超商买饮料 但是男子没戴口罩 店家好心规劝他还是不配合 那边有贴啊 不是跟你说要戴口罩你才进店里吗 如果你就是不配合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拒绝就是帮你结账 这下子可让男子火了 双手一摊做事走人 但他咽不下这口气 人还没走出店里就怒瞪店员 三字惊开骂 你要戴口罩了吗 你刚才骂我吗 骂你怎么样了 不知道现在要戴口罩吗 谁要戴口罩啊 不知道你这样 电视新闻都播了 要全程戴口罩啊 你外出就是要戴口罩啊 态度很呛 不戴口罩就是不戴口罩 好说歹说都没用 你等口罩走人就没干嘛玩啊 双方一阵僵持 富人终于愿意妥协 全台疫情升温 人人外出必戴口罩 偏偏这位富人不戴口罩 直接上街 当时富人在超商买东西 因为没有戴口罩 被店员通报警方 没想到富人一看到警方来 立刻穿越马路 企图躲避稽查 好啦 虽然天气真的很热哦 不过如果不小心染疫发烧起来 或是接到羞腾腾的罚单哦 我保证你会更热 因为呢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规定哦 传染病发生地方政府机关 因事实际需要采行下列措施 其中呢 除了可以管制上课集会 管制特定场所或区域的出入 或交通等等哦 还包括其他经各级政府机关 公告的防疫措施 那么目前哦 只要是三级警戒的地区哦 都有公告外出时呢 必须是全程配戴口罩的哦 所以呢 如果说违反不戴口罩的话哦 主管机关是可以处 新台币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的发还 那没有改善的话呢 还可以暗次处罚的哦 所以呢 天气热归热 口罩还是要乖乖戴好 好不好 另外呢 我也要提醒哦 店家或者是超商哦 这些场所 虽然是属于公开的场合哦 但是产权是属于私人的哦 所以如果呢 店家已经在门口张贴告示哦 要求民众要戴口罩 并且实联制之后才可以进入 但是呢 民众拒绝的话 那么店家呢 是有权利可以不让民众进入 或者是要求民众离开的哦 那如果民众要继续无理取闹的话 店家呢 甚至是可以提告 新法第306条的 侵入住居罪 我是觉得啦 有时候刁民呢 真的是要有恶人来治 才会学得到教训的 你说是不是呢 另外哦 这几天大家被关在家里哦 应该都会觉得很烦闷哦 所以呢 想要找朋友一起聊聊天啊 开开趴的心情哦 我真的是可以体会哦 所以呢 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哦 一些线上的视讯软体 有很多远距开趴的活动在进行哦 不过呢 嬴政律师在此要强烈警告哦 要远距开会开趴之前 一定要事先约好时间 并且让人家有时间可以好好梳洗打扮一下 真的不能够说开会就开会 还要人家开视讯镜头 不然呢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不要怪我没有视线警告你 当然啦 现在全国三级警戒哦 停止做室内五人以上 室外十人以上的家庭聚会 或社交聚会哦 所以呢 像是这样子的行为 这个标准动作是要 拿下来 然后折起来 折起来 嘿 换口袋 知名直播主信任跟晚餐时间开直播 和网友分享桌上的菜色 还邀请直播主高军军一起吃饭 现在这个氛围哦 疫情 包括 一大堆 十十滴滴的事情 真正人与人之间 要保持适当距离啦 或者呢 是像这样子的行为哦 室外不能超过十人的聚会 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聚会是什么活动 关你什么事啊 这些行为呢 都是被禁止的哦 否则 益串病房治法第68条的规定 可以储新台币 6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还哦 哇 这部分的罚还金额 都不知道可以买几台switch了哦 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 好不好 还有哦 如果已经知道自己跟确诊者有密切接触 而且有很大的感染风险时哦 真的拜托 千万不要出来害人哦 千万不要学这种 没有公德心的行为 现在却有确诊者家属提报 一名女保险员明明有和葡萄家族的妈妈同桌吃饭 却谎称没接触 四处卖保险害的女儿跟着确诊 她也是再三班那样 还要跟她前半天 我母亲问说 你怎么回头就要做的 又跟我母亲说没有 佳谎说这名女保险员8号中午和葡萄妈同桌吃喜酒 14号到女儿经营的美法厅洗头 不但全程没戴口罩还不断咳嗽 女儿17号裁检 18号确诊 目前包含女儿梁家和夫家16个人居家隔离 工厂美法厅就连庆家经营的水果行也得暂停一夜 说真的啦这种行为除了超级没有公德心之外 在知道跟自己密切接触的人都已经确诊了 而且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出现咳嗽症状了 不管有没有接到自主隔离的指示 都应该要避免与她的人接触 可是这个妇人竟然还不戴口罩 还到处趴趴走 真的是只有缺德可以形容 如果当时这名保险员已经有接到彰化县卫生局的指示 是要自我隔离 但是他却没有遵守 那这样子的行为已经有很大的机会 会构成特别条例第十三条所规定的 罹患或疑似罹患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不遵行各级卫生主管机关指示 而有传染于他人治愈者的行为 那么最终是可以除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金 而就这个设计师的父亲要提告保险员和保险公司的部分 因为民法的规定是只要有故意或过失 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 而导致财产上或非财产上损害的话 都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而且若是职业上的行为所造成的 那么雇主也要有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这个父亲其实是很有理由提告求偿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说 我高兴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做自己好自在 在防疫期间还是乖乖配合政府的政策 否则不仅可能会吃劳饭 重点是 全台湾300万人的健康跟生计 你赔得起吗 另外我也知道防疫居家期间 大家心情都很焦虑 那很想把跟疫情有关的相关消息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但是在分享这些消息之前 请先忍耐一分钟 建议可以先透过 疾管家、美育仪、LINE讯息查证 MyGoPan、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这些LINE账号 查证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假消息 那如果不是假消息的话 之后再进行转发 否则依特别条例第14条的规定 传播有关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流行疫情之谣言或不实讯息 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 也会被处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 新台幣300万元以下罚金 真的啦 法律不是在跟你闹着玩的啦 懂吗 之所以会有这么重的处罚 是因为大家要知道 防疫就如同作战 而作战的时候就是罪忌人性浮动 民众恐慌 因为一旦如此 民众的信心就很容易溃散 那信心溃散以后 就会很容易引发很多不理性的行为 譬如说不服从政府的防疫政策 或者是股市崩盘 金融秩序问乱 那大家抢购民生物资等等 那不仅会造成疫情更加失控 甚至可能还会导致敌对的国家 从中获取政治利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以为 只是转发一下 网路上的文章或者是图片而已 却会被处罚这么严重的原因 不过讲了那么多 我也知道再严密的防疫措施 或者是再严格的法律 还是抵挡不了存心想钻漏洞的人 所以最好的方式 还是要靠民众发挥自我克制的公德性 纵使你自己不怕染疫 或者是觉得我不会那么衰 但是因为你亲户的行为 可能会造成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然后你家巷口的早餐店 你每天搭乘公车的司机 超商店员 银行行人 甚至只是跟你擦肩而过的人 都有可能因为你不负责任行为 面临生命健康的威胁 或者是一家人的生计都发生困难了 而且这把火最终 终究会烧到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真的拜托 好好配合防疫政策 让疫情赶快过去 大家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好吗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银贞律师的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IQ HANDLE的 脸书粉丝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的频道 会员以及官方的IQ帐号咯 我是您的律师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